你不要以为了,你放下手机之后 你立刻可以100% focus on this topic 是不会的 最保守的估计就是你放下手机之后 你起码要隔十分钟 你那些毒才清掉 你的脑子变得更清晰 那就糟了,我们已经十分钟了 你还没跟着我们 This is what addiction is 所以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那个 here One day you found yourself One day when you found yourself when you found your mind being controlled by an outer force, a dark force I tell you what, it's too late 到了有一天你发觉 这些什么不是我控制我的脑袋 而是我的脑袋 有些黑暗的力量控制我 已经太迟了,知道吗? You will become a slave to this city, this crappy IT technology 这个世界真是有些阴谋 那些人为什么会设计这些那么 addictive 那么容易上瘾的games 我要害你中国很简单,你泱泱大国 我会设计这些很 addictive,很变态的games 这些中国的年轻人在那些人 天天都在这地上打机 集大大硬的 是啊,去打个腾讯,去clam down on Tencent 你上次那篇文都提到騰訊 I tell you what, it's an evil company 這些是邪惡的公司 他說不是,他沒有拿槍殺人 沒有拿刀殺人 They kill you here 中國成億上萬的年輕人 就是被這些遊戲毒害了他 接著第二個還沒說 抖音就害美國 在美國叫抖音 美國那幫年輕人也是廢的 天天就是那些女生在抖音那裏 這個對一個國家不是一個好的事 I tell you what and you are one of the victims 你是一個受害者 我們希望把你拉出來 Maybe we can, maybe we can't 接著那些女同學 那條菌就這麼短 你校服 為什麼那個女生一出來之後 就跑去麥當勞 麥當勞轉後一分鐘一出來 就變成了一條短裙 這是什麼學生來的啊 Sam 為什麼你會和這些女生一起呢 好啊 Things right there 當然是關你事 因為你給我太多靈感 哈哈哈哈 Alright Duduction 這次要不需要應做Duduction 阿Sam 你叫Foufou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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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Foufou的名字 我是Samuel 要不然你永遠都會叫Foufou 我叫Foufou